天生事丈的林朱英 用手彈琴 用心感恩 这群让她从困境中 再站起来的志工 这一切要从疫情说起 人生逆境向上已经不容易 疫情让她失去演出机会 连好好吃个饭都是奢侈 志工送餐再帮她清洗 二十多年没洗过的电风扇 从雾池到心灵陪伴 从疫情严峻持续到景气 开始复苏 八十二岁陈九美独居繁华大城市 内心却孤单 快乐不能用金钱买到 但陪伴让人富足 每个月的访式以外 其实我们每天都有在关心 因为我们成立LINE的群主 包括我们现在的品书会 我们都有邀请九美姐来参加 志工教会了陈九美通讯软体 建立起社会联结 让她有了自信心 更启动善的循环 基隆地区多山路 独居者就像是被锁在屋子里 慈激师姐耐心帮助这位 重听 精湛 失智的长者送医 师兄们也纷纷加入刑上行列 没想到帮助别人家长辈 自己家人也受益 我以前都没想到跟我们公公婆婆说话 现在来参加独居老人关怀 我们大家都跟老人吁吁吁吁吁 我现在还可以跟他们互动 前岸观世音不是有一个人 你当前岸 是有一个人的群会合 你也一个人 他也一个人 我也一个人 我们人人就会合起来 我们就帮助人 这个是生命的借贷 有钱没办 有病无医 皆是苦 人间菩萨汇聚 为众生找出一条希望之路 大爱新闻 陈温立 林立一 梁家明 台北报导